以后你要是想吃干锅花菜了 你就像我这么做 口感爽脆 香辣过瘾 在家也能做出饭店里的味道 现在正是花菜大量上市的季节 尽量选择这种散开的 偏青色的 口感更好一些 先大致分割一下 再切成小朵 切好以后放到一个大盆里 加一勺盐 再加入清水浸泡 盐水可以杀死虫卵 吃的时候更放心 浸泡15分钟 准备一些青红辣椒洗干净 切成圈 一小把蒜苗 先拍散再切成段 准备半个洋葱切成丝 五花肉去皮以后切片 可以选择偏肥一点的 炒出来味道更香 锅里烧水 开锅以后加一勺盐 放少量油 把菜花下锅 开大火煮20秒左右 饭店里面多数是过油 不太适合家庭操作 按照这个方法做出来 味道也非常不错 热锅凉油 下入五花肉片 炒出里面的油脂 炒的时候 尽量用小火 第一炒出来不会干巴巴的 第二也不会粘锅 炒好以后 下入姜蒜片炒香 接着加入一勺 下方橱窗的干锅酱 很多饭店都在用 前两期食品 做了干锅鸡 干锅大虾 还可以做干锅土豆片 干锅鱿鱼等 接着把花菜和青红辣椒下锅 大火炒香 炒出锅气 调味只需要加半勺白糖 干锅酱里味道都有 再次炒匀以后下入蒜苗叶 有辣椒油的可以放一点辣椒油 味道会更香 视频都看到这里了 麻烦洞洞您发的小手点赞支持一下吧 非常感谢 开大火炒匀就可以出锅 洋葱可以垫到锅底一边加热 这样做的干锅花菜 不管是下酒还是下饭 味道都非常不错 喜欢的朋友记得收藏起来试一下 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 我们下期见